大家好,我是C叔 这是C叔聊诗词的第三期 在上两期的留言里 有不少朋友问能不能讲讲苏东坡 我觉得既然是聊诗词 确实也应该讲讲词 得不既然讲到词 苏氏就是绕不开的存在 我们知道苏氏有名的词有很多 但是有一句 你哪怕问一个再不懂诗词的人 他肯定也知道 那就是 《十年生死两茫茫》 印象里的苏氏豪放豁达气势十足 可这首江城子却很不像苏氏的风格 这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公元1067年 宋神宗即位 他重用王安石实行西宁变法 这次变法导致了一次严重的党争 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很多次党争 其中有三次比较有名 分别是唐宪宗时期 以牛僧如和李德玉为首的牛李党争 明朝万里时期 东陵党和燕党 及其他彭党势力的东陵党争 还有就是北宋的新旧党争 在这次党争中 你会看到很多语文书里如雷贯耳的名字 比如司马光 欧阳修 王安石 以及苏氏 苏氏其实不是反对王安石改革 而是觉得改革措施太猛 太激烈 但没办法 他还是被归到了旧党 在遭到一次次弹劾和诬陷后 苏氏终于不堪忍受 请求神宗把自己外放 有人说性格决定命运 可苏氏的命运 仿佛从取名开始就已经定好了 苏群曾经写过一篇 明二子说的文章 解释苏氏和苏哲两兄弟名字的由来 里面说 车轮 车扶条 车顶 车厢 那都是一辆车重要的组成部分 而氏是车子前面的扶手 大多数时候用不到 但缺了氏 一辆车就不完整 翻译过来就是 苏氏早晚会成为时代的焦点 但希望他能稳重低调 苏氏实现了前半句 公元1075年 苏氏的人生仍然没有什么起色 在那年正月二十的晚上 他梦见了自己的妻子 王福 王福和苏氏的故事 起源于中研书院 话说苏群虽然满腹经纶 毕竟没本品 他们当地有个中研书院 先生是苏群的好友 也是正宗的近史王芳 于是苏群就把苏氏送到中研书院读书 中研书院风景很好 山下有一哄碧潭 苏氏有一次和老师提议 说这美景应该有个名字 王芳一听对啊 于是搞了个争名活动 各路文人秀才都来投稿 结果都没看中的 这时候苏氏慢悠悠地拿出自己的提名 说老师弟子不才也提了一个 所以说学霸讨厌就讨厌在这里 明明自己早就想好了 还要套路各路学渣来捧场 王芳一看果然不落俗套 正当苏氏得意的时候 王芳家里丫鬟也拿了一帖 说是小姐也提了一名 王芳拆开一看 哈哈大笑 接着就拿给苏氏看 苏氏一看大吃一惊 原来王大小姐的提名和她的一模一样 都叫换鱼池 这就叫缘分来的时候挡都挡不住 苏群和王芳相识一笑 成了 那一年苏氏19岁 王芳16岁 我们前面说苏氏这个老婆不一般 光这名字就不一般 你读读王芳王芳 是不是和王芳有点像 不过说王芳名字旺夫 真不是玩笑话 实际上王芳对苏氏的作用 被大大低估了 苏氏一开始觉得 女人嘛 管好家 照顾好起居就行了 但苏氏写文章旺词的时候 王芳总能适时地提醒她 这里应该用什么词 那里是什么典故 苏氏很意外 就拿了几本书来考王芳 没想到王芳对答如流 这一下子让苏氏刮目相看 温柔贤淑 知书达理 能和苏氏进行思想碰撞 这还不是王芳对苏氏最大的帮助 苏氏曾经和苏哲自夸 说他上可以陪玉皇大帝 畅谈世间万事 下可以和村爷乞丐 把酒言欢 眼看天下没一个不好人 论财情 苏氏自然是没得说 可人情世故 他就比王芳差远了 苏氏当官以后 来往的人就多了 有一次送走客人 王芳对苏氏说 某人也言者持两端 为子义之所向 子何用与世人言 这人说话两头倒 你说什么他附和什么 这种人要小心 又有一次有人来送礼 王芳事后又说 恐不能久 其与人锐 其去人必素 事后那人果然翻脸 比翻书还快 你看王芳才是明白人 假如一直有王芳陪着 苏氏这辈子恐怕 不会经历那么多挫折 可是历史没有假如 讲到这里 终于要讲这首词了 这首江城子 以毛正月二十日夜祭梦 是中国历史上 第一首道王词 讲的就是苏氏 对王芳的思念 在两人结婚的 第十个年头 王芳因病离世 这一年 王芳年仅二十六岁 而苏氏的命运 也仿佛 从王芳离开的那一刻 开始急转直下 王芳离开的第二年 老父亲苏群也走了 领了还不忘叮嘱苏氏 把王芳也葬在苏家祖坟 这一年 苏氏和苏哲 带着父亲和王芳的领袖 乘船回四船 短短两年 苏氏失去了妻子 又失去了父亲 公元1075年 也就是王芳死后的第十年 正月二十日这晚 苏氏做梦 梦到了王芳 于是写下了这首江城子 人有时候很奇怪 亲人离世的一瞬间 并不是最悲伤的 参加追悼会 也仿佛是走个流程 大家排成一队 依次和一体告别 见了一体突然大哭 离开后恢复平静 转一圈又轮到你 突然又大哭 循环往复 仿佛有一个按钮 在开开关关 等一事结束 大家一起吃一顿饭 多日不见的亲友互诉中场 仿佛一场久违的家庭聚会 吃完饭 一切又归于平常 然而可能有这么一天 你正在厨房做饭 却想起电视还开着 你脱口而出 老张 把电视关了 下一秒 你才想起 原来人 已经不在了 在这样一个夜晚 苏氏也有了这样一个瞬间 他从门里醒来 突然想起王府离开已经十年了 此时的苏氏 因为反对王安氏变法 被贬到密州 密州和四川千里之遥 你一个人在那边 肯定很寂寞吧 而我 又何尝不是呢 十年生死 两茫茫 不思量 自难忘 千里孤坟 无处 化凄凉 你大概也认不出我了吧 那时候我十九 你十六 可现在 我已经是个老头了 纵使相逢 阴不实 尘满面 并无双 梦里忽然回到了故乡 看到我们还在一起 透过小悬窗 看到你 正在梳妆 想和你说点什么 却怎么也开不了口 也不知道为什么 只是眼泪止不住的 夜来幽梦呼还香 小悬窗 正梳妆 相顾无言 唯有 泪浅好 在埋葬王府的地方 苏氏前前后后 种了三万棵松树 当时种下去的时候 还只是小树 这一年年 我总会想到你 当年种下的松树 现在是不是不满山岗了呢 料得年年长断处 明月夜 短松更 那一年苏氏四十岁 在那个夜晚 最豪放的苏氏 写出了最刻骨铭心的思念 中文字幕里面